王智柜 《電視》 鉄板 大家好 我們收看起古章 我是黃鎚 Module 我在說 patient 今天在創高一點點 來到16793 那從這地方15424上來 我說它是一個推升的脈動 推升的脈動 那目前看來這個推升的脈動 看起來是一個1234第五小坡 那當然現在正在走這個第五小坡 或許有機會往上再走一小段 因為這個是大中小的結構 這一段的架構 那你看看小時線的部分也是 從這地方15424上來 這邊一段兩段三段四段 然後現在第五段 第五段過去一點點 只不過一點點 那當然這個地方就會比較 屬於一個多空比較臨界的架區了 因為你這個第五坡出去 如果它就結束在這地方16793 你就算以後要往上再推的話 你至少這一段12345坡的話 你大中小它還是有機會先拉回來 要漲再漲 那當然這個結構目前看來 這個假設你現在簡單的24坡把它拉起來 目前也還沒有跌破這個軌道 也就是說這個第五坡也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持續再往上擴延 要往上擴延 甚至說你這個第三坡的結構 因為你這個結構它過一點點 你說一二然後三 然後這個變成一個 還在整理的結構 因為它推的沒有那麼強 這邊這一段對不對 第三坡然後一個ABC個橫抬 都有機會 目前看來 當然也不用那麼急的去 把它斷定接下來一個中期方向 是不是往下已經開始 要正式拉回 就是說重點這個脈動 你把它注意觀察 那當然至少你先這個 這個軌道先 如果說能夠先跌破 當然就會比較確定 至少你這個脈動應該有機會先告一個段落 對不對 目前來看 那當然你說整個中線的部分 是不是從這個地方說 我一直來看這個中線的部分 這一個脈動推還 你要注意它這個脈動的位階在哪個地方 投資脈動的位階在哪地方 這我們來搭配其他一起看 我說這個去年的10月25號有沒有 建低點12652 那是前面有一萬點的行情結束了 這很久以前82683還有12345大坡 我來到最高點歷史高點18583 現貨只要18619 就是這個結構有沒有 好你這個地方 18619在這裡 那前面有五大坡12345大坡 這個走完一個多頭結構 上升軌道跌破 這很標準 這個12345大坡走完 這一萬點的行情結束 第一次首度拉回來 它是一個脈動 因為這個結構走得很特殊 它是一個九坡格局 九坡格局18619來到126 來我們看這一段 18619來到12629 這是一個大A坡 現貨呢 起貨來是18583來到12652 這邊有一個九坡格局 這是我們就叫大A坡 這個大A坡就是什麼 為什麼有大A呢 因為前面有一個推動結束 針對這個推動 它做一個大A坡的修正 修正6000點走了10個月 當然接下來往上會有一個大B坡 對不對會有一個大B坡 有沒有就從這個地方 12652有沒有12652 12652在這裡 這九坡格局18583 歷史高點 今天還在衝高16784 已經也漲了4000多點上來 有沒有16784這個大B坡 那當然這個大A坡大B坡 你接下來會 可能一般人看 那會有一個大C坡 對不對 所以你注意這一段走完 你這一段走完 你接下來就是一個大C坡 或是說B坡裡面它會是個震盪 一個大A坡 那B坡會走比較複雜 好B坡的第一段B之A往上 這一段結束 那會有一個B之B是往下的 所以你等於是這一段推完 其實它不管是C坡往下 或是B之B 它都要正的地方 它是要是往下修正的 是要往下的 那往下以後對不對 老師如果AB西坡往下 那往下以後 它整個震盪整理結束以後 接下來我們判斷 因為以這種格局來看 判斷還是持續有震盪 等於是它這個ABC完 它做一個 針對前面已經修正結束 可是你說馬上要再發動 另外一個什麼往上推 往上推可能性不高 它持續呢 ABC完了 然後它又一個ABC在這邊震盪 持續一個大集圈震盪 哇那整理就很久很久 你ABC完正常會是這種結構 它比較不容易馬上發展成 譬如說另外一個推升往上 五坡或是往下面 可能性微乎其微 當然細微波的脈動有啦 譬如說這個ABC它裡面 可能有五坡格局 九坡格局 那個說 可是你大極速的 應該它就是一個ABC大震盪 它另外一個ABC大震盪 等於是一個大區間震盪 因為前面有個五大坡走完 那個走完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走完它會震盪很久啦 這個五大坡推升很標準 完了你說ABC 然後一個ABC 就是在那邊區間震盪 是很符合這個整個磐石結構的 可是這個區間震盪它空間相當的大 它空間相當的大 所以這過程當中 你現在比如說這個脈動 它這個脈動再往下修正 再往下修正 我六千點 而且現在往上 往上 這只有四千多點 所以那一種 雖然說區間震盪 可是往下它一個脈動走下來 是很大一段 往上一個脈動走上去 也是很大一段 也是很大一段 好 那今天最高來到16784 那當然你這個到底這一段結束沒有 就重點在最後這一段嘛 對不對 好 就是說我們跟妳講 你現在這一段到底結束沒有 有沒有 我說你這個大A 你大B 你接下來一個大C 或是說B之V往下都一樣 你這邊 這個結構之前在這邊整理 我說再多一點點上來再下來都可以 它整個都沒有改變它的結構 好 那現在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重點就是怎麼樣 這個往上走的這一段 很有機會就是整個反彈的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好 因為這怎麼看呢 來 你這個 這一段我們看到這一段 從12652上來 12652上來 我昨天跟你談的 12652上來 你說這邊從這邊大B波開始嘛 一段兩段三段 然後第四段橫台 那你就是第五段 那這第五段的話 這種結構就一定是大中小 它大概有些點位應該過不了 大中小 另外一個結構從12652上來也一樣 12652上來 它是一個三段式的一個A波 橫台式的一個B波 那還是一個C波上來 等於是一個大三段式的 那一樣 你不管是這種結構 其實低點都一樣 12652 這邊12652 你說一個12345波式的 你這個就第五波 你說一個這種是ABC結構的 你這個三段式的A 橫台AB 就是一個這個C波 那一樣 重點都是從15420這裡上來 這一段走出完整結構結束以後 大概整個就有機會 做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拉回 對不對 一樣嘛 你這個C波12420 那這個是15420 15420 從這地方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我們重點 現在就做中這一段 這一段結束 完整結構出現就要小心 這一段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是這種ABC的結構 這個C波有可能會比較高一點點 如果是這種第五波式的 12345波式的 那當然這個因為你 它會限制一個大中小 懂意思嗎 好 因為這一段比較短 這一段最長 所以這個結構就會推的可能沒那麼高 這個這種結構比較高 好 那你現在怎麼盤底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就是 你就只追蹤這個矽微波的脈動就好了 從15420上來這個矽微的脈動 只要有一個出現一個完整結構 你就要特別小心 完整結構完它勢必會拉回 如果拉回到次期四浪區 或是它大中小拉回到一二浪區的話 它能夠再推 那可能那一段就擴援 那最多大概就一次擴援 因為那段擴援大概整個幅度就很高了 好 了解意思嗎 那如果沒擴援那就高點就見到了 就這麼簡單 好 了解這麼簡單 來 那現在重點就追蹤這一段 15420上來 15420在這裡 15430正式起推 15430 它昨天到16764一樣 這個結構 我說如果它是第五波西波都一樣 它是135波 也到了5至5波 如果第五波也是 就在最後這一段 當然這一段走完 是不是預告這個第五波就一定結束 如果是第五波的結構 我判斷它就一定會結束 因為你在 你如果說 老師這個第五波的 它這邊小的12345波 它去舉足脈動 然後拉回來再上去另外一個脈動 等於是第五波的第一段而已 裡面5小波 然後拉回來 那再出去就5至3 那那個肯定 肯定絕對會超過這個 肯定絕對會超過這個所謂的什麼 大中小 大概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說這個12345波 是這一種定位結的結構 大概這一段走完 這個第五波12345波 大概就不會擴遠 這一段走完大概就完了 這段走完大概就結束 就5至5波結束 因為現在5至5波才推第一段出來 我們講這樣比較快 你看這一段 你看這個地方 5至5波我們把它拉大 在這裡 第五波 第五波你看它走12345波 第五波從這裡 有沒有 這是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從這裡嘛 15424這裡嘛 齊貨是15420 大盤是15424 這個地方嘛 那你這個地方上去 它是不是走了12345波 如果是一個推升 然後你說它只是 第五波裡面的第一段 裡面出現12345小波 拉回到這附近 再出去的話 它那個幅度 肯定會超過這個所謂的 日線的這個123 有沒有12345的這個大中小 那會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 是類似這種架構 它是一個A波 B波 恨臺一個西波 比如說這種結構的話 它西波會推得比較高 會推得比較高 所以現在重點來 現在細微的賣動 現在616 昨天到了 今天到了來167 昨天到167的時候 123 來今天來16784 過一點點 買得那麼多 有點那種味道買得那麼多 16784有過一點點 這個有夠跟沒過一樣 一樣結構沒片 15430這邊一段兩段 然後三段 四段五段 就是說這五小坡 是不是第五坡還是西坡 你不管 不管是第五坡還是西坡 往上推 你這個五小坡走完 它還是要先整理 它還是要先整理 那你等於是這個有沒有 它一二三四五坡 等於是它在第五小坡 那第五小坡 因為這個地方幅度很小 你說它再走一個小擴遠 還可以接受 你不要超過這一段都還有 我大概有算一下 大概哪個地方 大概哪個地方 那這種結構 你在第五坡如果一結束 你說那往後 不管要推還是要拉回整理 整個全面的就已經建高點 從這地方開始要正式拉回 或是說它這個擴遠 然後拉回再漲的話 一樣這個地方還是要先拉回 還是要先拉回 好 這是目前細微的脈動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講坦白話 會去考慮到說 個股的部分是不是開始準備 要全面來做空 好 我們會選擇想說 這個地方第五坡的脈動 稍微先觀望一下 因為它其實目前的來看 目前來看 我們舊線路線 你至少你這個軌道 都還沒有跌破 都隨時還有機會 就在擴遠往上走 你只要先跌破再來考慮 所以雖然說那脈動 看起來好像一二三十五坡很漂亮 對不對 我們也不一定要說去空那個 抓那個最高點沒有必要 你抓最高點空 未必個股是最高 你應該會是順勢會比較好 順勢 因為這個地方拉出去 你如果這個軌道破了 就可以來先考慮 我們目前是有在評估說 要不要來考慮 全面來翻空 個股的部分 那是還沒有 想說先觀望一下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就算這個地方 我們還要持續做多的話 你這個地方先觀望一下也好 因為很多個股 確實也是慢慢有在拉回來 你改天要再進場 持續想要再做多的話 一樣有更好的更便宜的進場價位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這個地方先 不要太照鏡 不要太照鏡 因為之前我想說 哇這個地方推出去有沒有 好像強勢股 一追他都有錢賺有錢賺 這個地方就 這兩天就比較辛苦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兩天比較不一樣 你追下去就沒錢賺了 隔天就掉下來 常常很多 之前一追馬上 還有兩三根可以往上走 對不對 或許沒有漲停 可是他持續在往上攻 這兩天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盤是有點在 感覺上 追價已經那個力道沒有那麼充足 有氣無力的感覺 好那我那天也跟你強調 我說其實很多個股 來到這個地方 就算他以後有題材 然後呢 先已經去 我股票人都說股票買買買未來 都已經去把未來的一些 能夠預住的一些呢 營運動員都已經再灌進去了 那以現在的股價 還是偏高了 都會是嗎 還是偏高了 你不要只看現在 現在當然是怎麼樣 嚴重的也有高估 我說再把以後 甚至以後的那些 可能產生的一個營運動員 都預住進來 還是有點偏高 尤其是前一陣子 漲的有一些什麼 一些所謂比較主流的個股 所以你現在不太動 不太動 那你當然觀察啦 不過我說還是重點 很多個股能不能動呢 取決於大盤 你這地方現在已經無小不快要成形了 跨成形 你就算以後要推他勢必 應該還是有機會有一個拉回 拉回以後那個地方再來決定說 他到底是往下推動下來之類 已經開始已經高點就見到了 好已經開始要正式拉回來 還是說他已經用拉回 然後還機會再擴援出去 那個擴援出去大概是最後一段 就有了判別 就有判別 那個擴援出去就是類似這種 這種西坡的這種結構出去 那如果說是 我說這種五坡式的 五坡式的那一種就大概不容易 大概是不容易 同樣的日線 同樣的日線現在都是要往上走 我說長線歸外 你是不是A B C 這個就可以稍微有機會再擴援 12345的這種就沒辦法 當然是就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已經 這一段就我跟你說 他已經走了 也類似有一個小的12345坡 有點成型了 有點成型的結構了 類似什麼 今天最高來16784 當然這裡就來到 一個比較關鍵的一個 多空表態的架區 先不要照鏡 暫時 先不要照鏡 馬上都要趕快全面來反空 其實我跟你們剛分析過 也暫時真的沒有那麼必要 因為我說你至少你基本的那種 整個最 你就這個脈動 你這個脈動推升了對不對 你這個推升 你這個脈動要結束 你至少 這一個你至少要先跌破 你現在到現在這個還沒有跌破 還沒跌破 都隨時有機會 上一段捏一段上一段捏一段 上一段捏一段再上一段 一直往上捏 一直擴遠都有機會 好 理解是嗎 所以不差啦 不差這一兩天 你讓它跌破 其實跌破點位不會很多 好 理解是嗎 好 也就是說現在目前的一個磐石結構 那這個會影響到接下來 可能至少三四個月以上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策略 好 因為這一段你要這 我一直想到這一段 你把它擺在哪個地方 不是剛從這個下面啟動 不是從這裡啟動 你如果從這裡啟動 那時候就跟你談到 我說大V4開始 你格局一定要拉大 不是只有長在一小段 它會很大震盪 有沒有 那上去拉回 拉回這裡我們也是全面請你 全力做多沒有問題 那是去年的聖誕節上下一個禮拜 外置放大價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聖誕節前後一個禮拜 外置放大價 我說你拼命佈局 拼命買 買到新農曆封關 農曆開門盤 都沒有問題 有沒有 那來到這裡就會比較怎麼樣 尷尬了嘛 因為來到這裡它整個賣動 已經上來 第一個四千多點了 然後第二個就面臨到一二三四五 或是說一個三段AA 一個V波 一個西波 都已經幾乎這個 往上推的賣動 不管是大三段的往上V波 或是V字A往上走五小段 都是最後一個賣動 第五段或是說什麼 這一段 對不對 那當然這一段還在走 我們一起講講還在走 你至少那一段的它的上升軌道 至少要先跌破 那一段才會結束 但是現在目前都還沒有 可是又面臨到又真的相對很高 那形態上也是很漂亮的一個 五小段的結構 對不對 形態上也有一個很漂亮的 五小段的結構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要更謹慎 好不好 絕對絕對要更謹慎 我說整個 不要好好的一鍋桌把它壞掉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我們判斷的 我說你這個大A波 你這個如果一個大V波 你這個大西波下來可能更深 那更深完那個西波下來的賣動 你應該會有感受到 它是一個推動的速度又快又急 那一種一下來的話 你絕對在半途中絕對不要接 因為那一種什麼 它是全面性的一個破壞大幅度的拉回 第一個可能速度時間會比較快一點點 可是低點可能會比較多 低點會比較多 那個西波下來落底以後 那個又是另外一次你賺大錢的機會 那個機會就如同這個機會 這個大A波落底 或者大A波大震盪 如果真的有一個大西波下來 甚至破不破都一樣你要注意 注意它的完整結構 而不是注意它的相對價位 注意它西波撒下來的完整結構 結束它整個再往上做 因為它變成會有一個震盪 區間震盪 這個震盪的話你看這個大ABC對不對 你再有一個震盪回來 又是一樣都是一個震盪 那當然另外一個機會 那另外我說如果說它下來 是慢慢慢慢的那一種 時間拉很長很久很遠的那一種的話 不然拉不然慢慢下來那一種就是B字B 也就是說這大A波對不對 這個大B波裡面的第一段叫B字A 走五小段 然後會有一個B字B下來 那個B字B下來 因為它是大中小的結構 所以它下來大概頂多 可能會在這一區 這個我們都先預告在前面 這一區這一區 因為它大中小一二三四五波 所以B字B下來 它可能會沒辦法一次下來 它會非常慢非常慢 那這個下來的話 不會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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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方向再往這裡走 這裡走完以後來到這個地方 又是另外一次一樣賺大錢的機會 因為那個B字B結束會有一個B字C 那個B字C的速度是往上的 速度也會很快很急 那個也是賺大錢的機會 所以那這不管下來是C波還是B字B下來 都是一個好機會 那你不要把它搞砸 譬如說你在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呢 最後一個推升和脈動 結果你被套了一大堆 套了一大堆 結果一下來慢慢下來 你就慢慢這些 哇 套了一屁股 套到這裡 反而實際買點到你不敢動了 全部被套了 你第一個就等解套 你或許還有錢 可是你就被套太多了 就不敢動作了 那反而是好的買點出現 所以我說這種整個節奏 你一定要把它踩對 現階段我們會更謹慎 更保守來應對 現階段 現階段對不對 因為它面臨作為一個推升和脈動 好 了解意思嗎 好 那這是重點 等於是今年的重點 我今年在 其實在去年10月25號 大一波落底處 我說今年有幾個重要的轉折 你把它掌握住就好了 因為它B波的震盪的結構裡面 B波震盪的結構裡面 好 那這一次的轉折 當然就是最重要的轉折了 好 因為你整個 是這五小波裡面 那些有小轉折沒有問題 可是它方向性還好 這個轉折是整個B字A結束 這個轉B字B 那個是比較大極速轉折 可是B字B如果是正式走下來 因為它B波震盪的那種結構 其實還是可以做多 你精選持股還是可以維持做多 因為它不是那種崩跌式的 下跌的稀破 好 所以這個取決 這個結束以後接下來的拉回 是什麼樣的架構 好 這個很重要 好 這幾年我都 尤其現在這個比較關鍵的架區 我都把磐式結了比較久 好 因為這個地方你講個股 我認為是也沒什麼特別意義 現階段 講個股的部分我認為是沒什麼 磐式把它釐清比較重要 好 釐清自然個股就跑出來了 你沒有把它釐清 你就算個股也不敢動作 這是目前來磐式的部分 好 那有一點 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來快速來追蹤一下 那像這個有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要風高獲利先把它擋 然後滑斧 有沒有 我說是不是推動 它那天漲停16 最高推到多少 123.5 125 昨天衝好漲 昨天衝好136.5 6235 像這種你就不用再過度去追高了 對不對 6235 今天也是有 衝到135 也是拉回來 這種其實也不用跟你叮嚀了 可能叫你買你也不敢動作了 也不敢動作了 這是6235的滑斧 好 那當然很多個股 我說能不能再買 你反正它至少再拉回 持續做多 那當然它有拉回更好的買點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就要先不要照進 好 先不要照進 來 那1795的美式 如果大盤它有再拉回 很多升級股市 有機會是逆市長的 那這個有沒有機會 我說它是一個推動 推升 那最高值推到349.5就整理了 來 那昨天也就要來 今天的626號的 它最一來它313 目前看來 這我說它應該是從這裡啟動 因為這邊整理整理這沒有問題 這兩個點差不多 所以正式啟動應該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一段然後兩段 然後第三段矽幅坡 這已經太久了 這一段應該不會擴遠了 不是不會那種3-123沒有 它是3就結束拉回來4 大概有一個蟹型 這個蟹型今天 你看它每次都創低一點 然後創低一點 今天又創低一點點 有沒有這連續三四天 都創低一點點 那今天來313 可是不多不多 這種結構應該是比較像是一個 騎行 下降騎行 那這方向是往上 應該正常還有一個12345小坡 一氣就有人美式 一氣就有人美式 有沒有這個蟹型走的還算漂亮 你看它小時線也是一樣 這邊一段很標準 整理 這個小時線有沒有 它時間拉很長整理很久 可是其實幅度並不是很大 其實幅度並不是很大 有沒有連一根都還不到 有沒有 這種就比較屬於下降騎行 它時間拉長可是幅度不大 這種其實應該有機會 也就是說這個高點應該有機會就是12345坡 再過一次 個股的部分就暫時也沒什麼好 最終 沒什麼大盤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會比較省慎來應對 省慎來應對 來 所以目前我們是這樣 都是比較穩扎穩打的一個策略在操作 這個21比18勝 這個都已經了結了 目前還剩下一檔 還有一檔才續吧 這認同這樣的操作理念的也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那舊科衛回娘家感恩大回饋 這有興趣的也歡迎來電洽巡 我們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波浪理論 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虎式的起跑點 既然穿線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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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頭部 真心照顧 黃老師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 賣魚送釣竿 古市常盛軍就是你 諮詢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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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化頭部 真心照顧 爸爸 為什麼到路口要停車啊 因為我們是知道啊 喔我懂了 對方是幹道 不管執行或轉彎 都擁有優先通行權 沒錯 只要設有停讓標誌 標線或閃光紅燈的 就是知道 應讓幹道車先行 要是沒有那些標誌標線 或者號制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欢迎到节目现场 因为大盘面临到这个 最后陌生段的一个推升 陌生段的推升 当然现在正在推 而它的整个位阶 比较终极是属于陌生段的 所以我们操作上会比较 更谨慎来小心 不照进 不照进文招文打的一个操作模式 这是特会的一个21笔的操作 18剩3副 但另外还有一笔在序报当中 这个认同理念的 欢迎您跟上脚步来 还有这个旧客户回娘家的感恩大回馈 有兴趣的欢迎您来电驾询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手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